哈囉我是敏 今天的影片呢 我現在講話聲音很奇怪 是因為 我這兩天就有點小感冒 所以我現在鼻音還是非常的重 是非常 就是真的就只是 鼻塞流鼻水的一個 輕微感冒 然後我一開始以為是過敏 然後因為我有 過敏 就是藥物過敏的體質 所以我就沒有去看醫生 然後就自己買了 過敏的藥來吃 然後最近這幾天就是在吃維他命 然後多喝水 多睡覺休息這樣子 是有好一點的啦 但是希望他趕快 可以趕快好 因為我現在就是講話就覺得 一直有東西 不知道是彈還是鼻涕 就是卡在我的鼻腔這邊 所以我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上禮拜已經都沒有發影片了 呃 我想說今天還是錄一個很簡單的影片 然後畫一個非常非常簡單快速的妝 大概十分鐘就結束的妝 然後 然後我等一下想要去採買一些東西 然後 買一些生活用品 跟我想要去生活工廠逛逛 今天呢 呃 應該也會搬一些東西去新家 然後稍微打包整理一下這樣子 希望你們可以忍受我今天的聲音稍微一下 因為非常的低沉 我本來的聲音就已經夠低了 然後感冒就是又低上加低 我現在真的就是難低音耶 然後 呃 等我一切東西都搬完之後 我保證 我就會做上來好好的 呃 開始 正常的拍影片 然後想一些主題出來拍這樣子 就是請你們 減量這兩個禮拜的過渡期 我一個多禮拜 應該是一個多禮拜沒有拍影片的 然後我現在有點小感冒 所以我鼻子非常非常的重 而且我頭髮 就是顏色又在推更淺一點 我現在很 我很喜歡現在這個顏色 就是不會像之前那麼深 然後有一點 呃 紅 有一點橘 上禮拜就是過敏了 我上禮拜過敏了 兩天 就是很嚴重的兩天 我就是 一直流鼻水 然後醒鼻涕醒 然後頭痛 然後 又有耳鳴 然後鼻子 鼻子也很痛 因為一直醒 就是摩擦的關係 就我原本以為是過敏 結果過敏完了之後 就開始 就是一直像現在這樣子 大概兩三天 然後都還沒有好 所以我就 覺得狀況不是很好 沒有很想拍影片 然後再加上 因為現在 我之前有跟你們說 我在 正在搬家中的關係 所以 就覺得很多事情一直擱在那邊 我很 沒有辦法好好靜下心來 就是想 新影片的 東西 先用這個 SK-II的防曬 雖然是陰天 不過呢 防曬 還是很重要的 因為搬的新家呢 是一個大的公寓 所以 不是像現在這種比較小的套房 那 空間都大很多 所以 我有一些朋友 就是非常好心的 給我一些家具 然後 已經在 就是前兩天 就已經早半家公司 都搬完了 剩下的就是我房間裡面的這些 剩下的衣服 這些雜物 比較麻煩 遮瑕 先用橘色的 但是我覺得我真的是 就是一沒拍影片 有一點點閒下來之後 就生病 然後 就是 膚況也變比較差 感覺這禮拜 很多人都有感冒 就是天氣突然變化很大 然後溫度下降很多 所以你們要 好好照顧自己 今天的 bronzer 修容商 這盤是 Denny借我的 Cat Von D Shading Light 這一盤質感超級好的 就是它 滿有份量的 而且它不是紙盒 它是 塑膠盒 然後是 有厚度的塑膠盒 裡面的鏡子就是也做得很漂亮 然後我用中間的這個 我不太真正的修臉的形狀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像 像bronzer一樣 輕輕的帶過 輪廓而已 那我還在想說今天 要搬一些東西過去新家 然後可能會把 已經搬去的東西 稍微整理一下 再疊一點點 Sweetheart Bronzer 這個是 有珠光的 我覺得看起來氣色會比較好 再疊一點點上去 腮紅 這個是Nix的 漸層腮紅 06號 我之前也有用這一顆 就是畫眼影 我覺得還滿實用的 如果我不想帶太多東西的話 這一盒就可以當作是 修容腮紅跟眼影 還有打亮 打亮今天用這一顆 Fuego 最近影片裡面出現無數次 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你今天上這顆好了 這顆是 Noli 就是一個 粉質很細的 珠光棕色 要說上一點點 靠近 睫毛根部 再稍微用刷子 把它暈開 啊我忘記畫了眉毛了耶 好白癡喔 直接挑眼影 嗯還是很不習慣沒有 眼窩色 然後用這個中間的 把它往上暈開 所以 最近真的是眉毛 這邊狂長痘痘耶 可是我已經 很認真在洗刷子了 很有可能是最近搬家的壓力吧 一樣是Colourpop的 brow gel brow color 然後色號是black and brown 我覺得畫眉毛 真的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修眉毛 如果你眉毛都修得很乾淨的話 其實畫起來就很簡單 我覺得好像大家都 會很怕自己修眉毛 然後遇過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他不會修眉毛 可是其實修眉毛並不是叫你一次就 大改特改 其實你可以一天修一點 反正如果你是習慣好眉毛的人 既然你每天都要碰到眉毛的話 你就每天拿修眉道 要修一點修一點修一點 然後慢慢的修成你想要的樣子 畫完眉毛之後 你可以再看你覺得 哪裡你比較不滿意 像我最近也是 我兩邊畫完眉毛之後 我發現兩邊的眉毛 高低眉毛長的不一樣 所以我就是畫完了之後 我就把它多出來那邊修掉 這樣我之後就知道 怎麼樣修 兩邊的眉毛才會長得比較一致 所以我覺得不用把它想那麼困難 然後像我自己都是用 媲眉到修 所以就算它長回來也很快 那眉膏一樣用Niss的 唇膏今天用這個 我覺得我算是個性蠻急的 所以很多事情我都喜歡 我可能做決定了 我就會馬上去做這件事情 馬上執行 然後就解決掉這件事情 我很不喜歡有事情一直Pending在那邊 我沒有辦法馬上的解決 因為搬家公司真的已經花太多錢了 然後家裡的東西我就覺得 那好那我就自己 慢慢搬好了 反正還有時間 因為我這邊房租到月底嘛 可是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決定 就是反而讓我覺得 很有壓力 因為 我就沒有辦法一次性的 把所有東西都搬過去之後 就解決了 然後我就要一直想說 什麼東西要先搬 就會一直拖在那邊 然後我還是很喜歡這個顏色 好好看 我身上因為藥物過敏的原因 一直以來我都會放 維他命 就是B跟C 我都會放在身上 所以每次只要 比如說我快要長泡疹 快要破嘴巴 快要感冒 快要怎麼樣 我就會開始 多喝水然後吃維他命 就會讓我的身體狀況比較穩定 因為如果真的 大生病還是什麼的話 像很多止痛消炎藥 我都沒有辦法吃 盡量我可以做到的 讓自己保持在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況 不要大好大壞這樣子 結果我這次出過敏 想說好那我來吃個維他命好了 結果我一 在翻的時候就發現 啊我已經 一開始就打爆過血了 所以我現在這邊沒有 任何的維他命 然後我就 剛好那天去我街家 所以就跟他要了幾顆維他命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很煩 我很不喜歡 介於中間 就是覺得這種東西 要嘛就是 乾脆一次過去 要嘛就是都不要搬 就是 我把我覺得好煩喔 我有點忘記我是不是上個影片也是用這個 顏色 Nyx的霧打霧狀唇膏 然後色號是35號蜜月 我有點不想要把那個唇線筆蓋過去 因為我覺得他顏色好好看 甚至比這個唇膏還好看 我上一點在中間就好 而且他的唇線筆 是 雖然很creamy 可是是很霧面的 上起來 唇色還蠻自然的很好看 很喜歡 然後搬家公司 搬家的那一天 其實我本來 有打算要戴相機的 就那天因為有一點點突發狀況 然後一時急著要出門 結果就忘記帶相機了 然後我就覺得好可惜喔 我覺得那天 就還蠻適合 做一個那種 你知道 Time lapse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因為也是我第一次 找搬家公司 所以我覺得 還蠻值得做紀念的 結果我竟然忘記了 睫毛喔 我一直以來就是用一樣的步驟 這個是K-mate的睫毛復活液 我會夾完之後上這個 然後最近 睫毛膏都會用KISS ME的這一支 超級防水 然後又有 有濃密跟捲翹的效果 我想要再整理 今天想要打包的東西 好困擾喔 就是感覺就是我需要的 沒有辦法一次戴過去 我現在腦子好亂 好今天就先戴一些雜物過去 就好了 然後 我今天晚上來決定 哪一天要最後一天 然後 選個兩天 我就把所有東西 可能跑個兩趟 把所有東西都帶過去 其實本來沒有想要買的耶 就是因為 就他們有一些東西 現在正在三折 就折扣中 然後 這個杯子 打完之後才84塊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買杯子的人 就很漂亮 很有質感啊 然後還蠻大一個的 我覺得喝咖啡又喝水都很棒 另外一個比較像是 這個很可愛耶 這個比較像是冷水杯 它就是做成一個檸檬的樣子 嗯 有很多層的衣夾 然後它可以 像是 它上面寫說可以拿來放 褲子啊 或者是圍巾 你想要 分層 我覺得拿來放褲子還挺不錯的 一個裝飾的小廢物 有個月亮 就是一個星星 上面有個月亮 然後這邊有小燈泡 所以放電池的話它會亮 然後可以掛在牆上 結果本來沒想要買什麼東西的 竟然買到滿千 然後送了一個 海軍風的便當袋 我想說 嗯 我平常上班也會帶便當 好像也用得到啦 就還不錯 然後現在要先吃飯 我今天煮 水餃 然後豆腐 然後我喜歡吃紅喜鍋 然後 當喔出來了耶 真的是冬天到了 超喜歡吃同好的 我最近很喜歡看 這個 毛毯 貓 是一個很暖心的日劇 然後他有很多個小故事這樣子 好可愛喔 好像羊貓啊 喔 好 我回來了 而且我今天去整理的時候就有一點小插曲 因為就突然有 瓦斯公司來換瓦斯錶跟開關 然後就有點 害怕 因為 就是還是新的公寓 然後都還沒有人 然後 外面又在下雨 又是晚上 按電鈴的又是一個就是 老杯杯 不是說我對老杯杯有什麼 歧視 可是就是 那個氛圍就讓我覺得 而且我又一個人就覺得有一點點怕怕 是正常的啦 就是讓它換正常的程序 讓它換完這樣子 原本 我要帶 我在生活工廠買的新杯子過去 結果 因為沒有整理完就回來了 然後我又把杯子帶回來了 有了 今天的影片 就非常非常的日常 感覺比較像是 跟走一天的那種感覺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